文章来源 网络 你把精通人情事故这项技能看得太低了呗 精通人情事故在你心目中是个什么样的能力 精通人情事故的人 你觉得一般来说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是乡野村夫 市井小民 小商小贩 地摊奸商 以及现在的油腻中年人 不 他们那个不是精通人情事故 只是鼠目寸光 自以为是 沾沾自喜 庸俗低级 盈盈狗狗 事快优化 绝大部分人都是极端的自私自利和目光短浅的 只能看到眼前别的什么都忘了 贪婪忘性 历领之婚 自取灭亡 为什么大部分人都这么低级又洋洋自得 还没灭亡 因为他们所得到的利益还不够大 利益大了就会自取灭亡 举个例子 《水浒传》里有个著名人物叫颜婆西 颜婆西是市井卖畅女 按理这种职业应该非常精通人情事故吧 但是他和宋江是怎么相处的 他当时被宋江包养 无意间看到梁山贼寇给宋江的信 信里说送了黄金 他立刻就要金子 宋江说拿不出来这么多钱 不依不饶 然后又要宋江八台大教明媒正取 宋江全部都答应了 唯独宋江说拿不出这么多献钱 给一个月时间筹钱 他不依不饶 一定要当场给 不给就叫唤 要报官 造反是诸九族的大罪 宋江无奈 只能当场把他杀了 逼领置婚的事情不在少数 我家乡也有县长小三 跟县长要分手费 数字高昂 结果县长直接安排人 把他骨灰都给扬了 县长后来被抓了 事情暴露了 问题是大好女子 轻轻性命 为了点钱才没了 实在太过可惜 什么叫人情事故 第一点是看透人性 所谓的人性 无非就是两类 普通小人物 唯唯诺诺 软弱无能 懦弱卑微 什么也不懂 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也不敢想 奔走于市井社会生活中的人 见利妄议 鼠目寸光 所谓车船垫脚牙 无罪也该杀 基本是赤裸裸的人性中恶与恶的互害 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员工 你希望老板给你的待遇是 一按能力和产出分配 多劳多得 多能多得 二 尽可能给高待遇 越多越好 所有人选了二 换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老板 你希望你手下的员工是 一 不断索要高待遇 二 能力强 要价低 所有人选了二 你看 这个就是人性 那精通人情世故 是怎么一回事 一 给懦弱者以激励和尊重 二 对人性恶有认知提防 而不轻信 三 重用好人 善用恶人与小人 尽可能让弱者成为强者 能做到这三点 基本都是历史上的大人物了 你看看史书记载 写八个字 性格宽厚 知人善任 有几人能做到 不要说你的爷爷奶奶 就很多名是大人物 也做不到 不要觉得 精通人情世故 是什么低端知识 低端技能 如果你用人情世故 用市井社会 看待这个学问 就显得很油腻低级 但如果你用博弈论 心理学 行为学 经济学 社会学 人类学的角度 看待这门学问 你会发现 它就精深无比 想掌握这门技能 建议还是多接触 后者的知识比较好